诶 穿这样进菜地等次看你都饱了 诶 干嘛 回来回来回来 哈哈哈哈 你不是看我的饱吗 嗯 那我这下就这样穿啊 这个菜地又没有什么高的东西 又没有什么刺 就这样穿也很正常 有草 反正我这个肉 我这个皮已经不是那种细皮嫩肉了 草割你的腿 穿啥都没事 老了 我们拿的辣椒也熟了 都红了 包豆可能也来了 刚好我把这个包豆给摘回家 把回家腌酸 诶 那个没老 这个是它自己长的 我跟你们讲 已经年种了 它第二年它会长 那个没老 你不要拉断完 那我不拉下来我怎么摘啊 拉拉拉拉拉拉拉 哎呀 你以为我能找翅膀飞上去摘 嗯 就那里很多啊 哎呦 蚂蚁都是蚂蚁 哇 真的全部蚂蚁 怎么搞啊 等下它就走了嘛 那鞋还嫩吧 嫩嫩嫩还是软软的 这个可以 那几个大大的呢 那那也可以 嗯 大大了应该已经老了 我等下看一下 如果它是软的就可以 如果它不软了 也是软的好不好 还没老可切 还没有里面还没有纸 如果很老它里面那个纸很大的 还可以 这个只是我们这里比较肥 这个土壤比较肥沃 所以它长得大 哇塞这个过瘾了 而且这个没有虫啊 这个栽的 就只有蚂蚁 你们看一下 就只有蚂蚁 又没有虫咬 很漂亮啊 你看 好光滑的 刀痘 为什么叫刀痘 我知道了 因为它就是一把刀的样子 你看 刀 都是软软的 还可以 不老啊 看 一根藤上接了这么多的刀痘 刚刚我们弟弟的辣椒都成熟了 加点红辣椒 来腌制这个刀痘 这红辣椒可以多加一点 拿一些菜肝 昨天没有水没有洗 以为今天没有水 还是停水 到井面来洗了 这个盘子之前腌的那个姜的 姜吃完了 把盘子洗一下 拿来腌刀痘 这就是我们的百年古井 好像我拿着肚子泡起来的 这个刀痘变成这个丝丝 打下来 是 我这个说的 我这个呢 我说了 有点口味 都有点 有点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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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水分都晾干了 现在都变软了 把切好的辣椒也放进来 腌菜一定不能少的白酒 多少来一点 盐也放进来 拌匀 等这个盐融化了就可以放进毯子了 毯子里面也放一点酒洗一下 把它放到毯子里面来 我觉得我这个坛子肯定有点少 先装的 这是我之前腌浆的 浆匀吃光了 你看我们真的很喜欢吃酸的 所以为什么有句话叫 冻不离酸 这一坛吃完了 然后这个豆豆如果吃完了 我又腌其他的东西 很多地方他们喜欢把这个酸的 泡到水里面去 但是我腌酸都是直接这样子 不泡到水里面去 这样子香味更浓 那个叫泡菜 对他们泡的是 我们就是腌着吃 我们也有泡呢 也有泡 但是少的 绝菜就泡了 绝菜就泡了 你从哪里来呀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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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呀 在哪里呀 真的呀 真的呀 你点了 好嘞 走过去 好嘞 好嘞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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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了吗 要给它拿呢 妈妈 今天吃鸡蛋了 嗯 妈这两盘豆子 包豆放在这里 几天就可以吃了 给妈妈 给妈妈 给妈妈收起来 给妈妈收起来